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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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窘到极点 再看他上半身 他穿着一件沾满污垢的 黑色皮夹 Jack 里面还穿着一件 形象未断窘的T-shirt 手上拿着一把玩具手枪 整个窘到极点 这个人窘啊 第二窘是什么呢 行为窘 刚刚这个人啊 不仅形象窘 行为自然而然也窘 就连他养的狗啊都很窘 随便看他动作 你看他踢脚动作 多么的窘啊 好他要开始做他窘事情了 他一然垂向这个里的尻了一下 你看这里的吓了 这个难道也不例外 这个什么掉下来了 这个难得那个掉下来了啊 不能说那个什么 自己大家都都心心心里都清楚是什么 你看这个狗 他养的狗 还把这个东西给叼回来 啊 不是让我再踢吗啊 你看看这个游戏啊 总是他已经窘到了费点啊 我们知道水到了费点 水要开 游戏到了费点 人要崩溃 你看那个警察都这么窘 你看他表情 他的声音 他的动作 仿佛是在告诉我们 人不为缩 往少年 你看太窘了 我无法感受啊 这种 窘的这个行为 第三窘 什么 环境窘 我那 环境造就人啊 啊 简直这话说得对 你看这个难得 他所处的环境就很窘 啊 你看这个人 是什么 你看他跳舞的动作 那简直是 已经 怎么说了 已经不能用猥琐来形容了啊 应该是什么 什么形容词呢 啊 恶琐啊 你看这个警察 你看他这个 啊 这个动作是 人家是冲锋啊 发阳天风啊 我们再出去看看啊 我们来对准这位先生啊 对他 进行我们的窘计划 我们现在他身上来 撒这个汽油啊 撒汽油 你看 开始窘了啊 吓得来 窘跑了啊 被下来窘跑了 开始扔火柴啊 这样的行为 警察应该出来主持功了 你看这个警察很潇洒 熟视无睹啊 也是一种窘行为啊 那这人吓得 他跑步的姿势啊 跟刘翔没法比 我在他身上 傻伙啊 他被窘死了 被窘死了 你看 我也被窘到了哈 我也被窘了 简直是 窘与能比啊 这个打游戏之间 人更是窘啊 全是那窘 对这个 色窘 是什么 思想窘 思想也很窘 俗话说得好啊 知人知面 不知心 但是对于这个人 我是知他人 知他面 又知他的心 你看他干了件什么事呢 他思想 你看 他思想是多么的窘了 他干了什么事 大家想必大家都知道 他认为这个猫啊 有消声器的功能 所以说他就 你看 开枪 太窘了 太窘了 又来了 再次进行 你看 看见没有 这人被窘死了 这人也被窘死了 太窘了 最后一窘 如果说刚刚几窘 都无所谓 那么这一窘 让本次节目 达到了一个高潮 那就是最后一窘 器官窘 每个男人 都有这样一个器官 如果男人啊 失去这个器官 那这个男人 相当于没有命了 没有灵魂了 但是他用这个器官做窘事 看见没有 他向人身上 杀掉 这个人啊 都被窘的 吐了出来 你看 吐出了好多窘水啊 这是窘的表现 这是窘的力量 每一个人 都在这个世界里窘 非常的窘啊 看完本次节目 各位想必 广大观众朋友们 心情非常沉重 但是我们要揭露窘 下一集节目呢 我将为大家建设一部 总电影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 拍下来 台湾 再见 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